这两天媒体又在讨论一件扰灵的事情 这个扰灵的事情是因为爱心而起 上海的这么一家人 老人因为爱护流浪猫狗 把很多流浪猫狗收养起来 当初在城市里面就引起了邻居的愤怒 人家肯定对他的收养行为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他就带到乡下去养 结果没曾想乡下的邻居也还受不了 说叫的自己睡不着觉 这个确实有猫有狗在 自然叫声是比较多的 尤其他养的还特别多 这些收养的猫狗 其实他不仅花掉自己的所有的退休金来养他们 甚至还要给这些猫狗做这个叫变雅的手术 这个六七百一条狗 所以他的狗大部分不会叫 但是总有几条狗是叫的 他说这个人走过来的时候 他当然会要叫一下 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是很安静的 但是邻居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而相关的执法部门或者说上级机关 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 所以律师就支招 说让邻居以相邻权的问题 邻弊权的问题提起诉讼 但是这确实是一件糟心的事情 闹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高招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能让这件事情两全其美吗 我认为我来中午经理我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有什么 我认为了这件事情 但不听自己的队 我认为他不明确的